從湧營養豐富,能提高免疫能力,抗癌,抗衰老,養癌,有益腸胃,肝臟等各種功能 所以我就做了這個從湧系列,介紹給大家,祝願大家健康蒙福 土瓶蒸是日本的淮石料理,由茶碗蒸起生而來 從湧芳香鮮脆,湯質濃郁美味,在日本餐廳叫價不菲,自家製造有美味有實惠 首先請大家訂閱這個頻道,分享點讚,按小鈴鐺就不會錯過下期美食視頻 材料有新鮮從湧,銀杏,大蝦,芫茜,日式高湯,低鹽豉油,味淋清酒 材料詳情和我另一個視頻,日式高湯的連結 請看這個視頻下方的info box 日本人是用土製的茶壺來做這個土瓶蒸 但是沒有大過的日本茶壺,那就用紙沙茶壺來做 我需要300-400ml的日式高湯 高湯你可以自己做,或者是在超市買回來都可以 加入1茶匙的低鹽豉油,1茶匙的味淋,2湯匙清酒 攪拌均勻 日本人吃這個蟲蓉的經驗是非常豐富的 如果已經知道如何清潔和處理蟲蓉 就請跳到這個視頻,2分37秒繼續觀看 處理蟲蓉,盡量不用水洗蟲蓉 因為會將很多蟲蓉的香味洗走 你用小刀把根部批出來 泥土、硬的東西就不要得了 把根部批走了 用刷,刷走表面的污漬 用根部向上刷 浮油物,凡是菌的浮油物 都可以不要 用一個濕的廚房紙,把它抹乾淨 把菌母及菌病抹乾淨 另一張濕的廚房紙 我再抹一抹第二次 它會更乾淨 你看,真的很乾淨 在這裏,將它剪掉 剪掉一下 然後將它們一分開為二 一分開為二 然後再剪掉幾下 剪掉三下 這個也是這樣 我們就把它剪掉 把茶壺洗完後抹乾,否則有水在壺裡會影響食材的味道 兩人份,一人一壺 將蟲蓉分開兩份,分別放在茶壺裡 每壺也加入五粒洗淨和抹乾的銀行 還有蝦,去腸去殼,然後放在這裡 加入高湯,大約8毫升 170-180毫升 加入兩個壺裡 買不到雞兒菌,所以沒辦法了 唯有不加,蓋子也要抹乾 這個壺裡有三分一煲水,用大火 將蒸鍋燒開 蒸鍋燒開後,將兩個土瓶放進去 用大火加蓋蒸10分鐘 已經蒸了10分鐘,拿出來 拿出來時很熱,加三塊小火 蓋上蓋子 多漂亮,多漂亮 通常會用杯來喝這個湯 就是這樣 蟲蓉的香味,透落心肥的間值 就是非常之好喝 湯汁濃郁香甜 蟲蓉大蝦銀行都非常好吃 都不知用什麼意義來營養它的好吃 你嘗嘗 小廚Sandy 推介國肥美食烹調 記得訂閱啦